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它說乙之圓 是這個圓 圓心在1、2這個地方 這是圓心 半徑的話等於2 這個是2的平方法等於2 所以這個圓跟什麼呢 跟這一個走勢相切的 現在有兩條直線 第一條是x等於-1 負1在這裡 那這個負1的話 跟這個圓心的距離剛好是2 這是1 這是0 這是負1 所以它是相切的 這一條是 x等於負1 跟這個什麼呢 跟這個遠灘相切的 就圓心到達什麼呢 到達這一條直線 距離是2 2剛好就是半徑 那L2這一條是y等負2 y等負2在這裡 這是負2 所以是這一條水平線 這一條跟它沒有焦點 我們現在來看 他說 小m是什麼 是 c 1 就圓c與 l1的焦點 的那個個數 所以m等於什麼呢 等於1啦 因為這條直線 跟這個圓只有一個焦點 那n的話 n的話是 圓c與 直線 l2的焦點 這個圓跟這條直線沒有焦點 所以n是等於0 那下列合者正確 就m等於1 n等於0 所以他應該要選1 1 2 1 1 2